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必须像对待国家防卫一样 以最严肃的态度进行气候变化的防御工作 我国可能在未来的100年 花费超过1000亿元 建造围田等方式来保护新加坡的海岸线 新加坡还将考虑哪些防御措施 那么海平面上升之外 新加坡还需要为哪些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做好准备呢 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这位是环境级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轩博士 部长好 以及气象署首席气象学家洪青海 洪先生你好 洪先生好 徐部长 这个海平面上升具体来说会对我国造成的威胁 我们新加坡气候研究中心 预计到2000年 我们新加坡海平面的平均上升幅度 可能到达一公尺 而新加坡是一个低洼岛国 越有30%的土地面积 离我们的平均海平面不到五公尺 海平面上升将增加我国低洼地区 淹水的淹水的淹患 这不仅将影响到我国沿海地区 还会对国人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 例如在处于我们这个低洼地段的市中心 东海岸区 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 就面临更高水患风险 这地带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马林百列 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还有张宇机场 而我们的中央商业区 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些地带 做好防护准备 这样任何水患所带来的通缉 就会非常严重 刚才您说大概有30% 我们的土地面积 可能在未来面对这个水患 被淹的那个危害 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海平面上升 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 目前政府有关单位 我们目前考虑的哪些措施呢 要保护烟海地区的措施呢 就包括了水泵 海滴 填海 还有维田等等 而且呢 我们政府现在是在探讨这些方案 而这些措施呢 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呢 就能发挥相辅相辅相辅的作用 而防止淹水及海水泛浪 例如呢 在这个德宫岛 政府已在试验 实行着围田设施 就是以这个试验呢 可以得到这操作系统的经验 而之后呢 会将评估 而把这围田系统呢 扩大到新加坡其他的地区 可行性 我们还是这个海平面上升呢 也可以说 沿着这个海岸线建造海堤 这样呢 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呢 这个海堤就形成一个屏站 可以防止这个上升的海水流入内陆 而且呢 同时也是要建这个派水棚 这样如果在涨潮 或者是在下豪雨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些内陆去沟和细水池的水 派出到大海 这样就可以预防这个淹水 多管其下 当然很多措施 刚才部长也说了 正在这个探讨 有的是在实验当中 不过我们知道整个项目 预计花费是一个巨量的资金 那这方面是怎么考量的 对 首先是要说 这些措施呢 是不是在短期内推出的 是在长期内推出的 而且呢 政府也意识到说 这些措施耗之庞大 所以我们正在进行研究 而且呢 会确保采取那些经济上可行 同时又有效的应对措施 是的 那整个气象的变化 其实不仅仅影响这个海平面上升 还有很多的带来一些威胁 对吧 其实气候变化对新加坡会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我想最直接 人家最能感受体验到的就是气温上升 天气变得更加圆热 我想最近这几个星期是我们应该会感受到那个炎热的天气 所以你想像如果在未来气温继续上升的话 那个炎热的天气会变得更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大家如果去户外的话 一感受到那炎酷的天气就会觉得好不舒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你在室内那个热气来的时候 你也可能想把冷气调高一点或者开大一点 或者那个次数也会用应用冷气的次数也会提高 这样的话其实间接地会对我们的电力资源提高那个需求 还有另外一点是当然气温上升炎热天气 大家中暑还有传播疾病的风险也会提高 特别是那些年幼的儿童还有年老的老人家 那么在熟悉了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个危害之后 气象研究中心需要做些什么来参与当中 其实气象中心成立已经大概15年了 我们的主要的宗旨当然是对热带的气候跟气象 进行研究以更了解 特别是对会影响新加坡跟东南亚地区的天气系统 从这个加深了解以后 我们就能够提高我们气象这个预测的准确性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能有效的帮助 在未来气候变化之下 我们所要面对的更严酷的天气 像比较干燥或者比较强降雨 这些都会造成淹水跟海平面结合起来 这个风险会提高 所以如果预报的准确性能够提高 将会帮助我们有效的应付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多一点的就是我们当然也对气候变化 未来气候变化做一些评估跟研究 从这里这里的资料所得到成果 就能够帮助有关机构 做出更有效更恰当的应对措施 除了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影响 是否也研究关于比如说食物链这方面的问题呢 对 当然我们从这四五年来 我们的气候研究中心 主要当然是纯粹的在这个气候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们将成立一个气候科学研究计划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将制定一个气候科学的一个总体的蓝图 这总体的蓝图包括了就是这些气候变化 对食物方面 对我们的水贡 对洪水管理这等等方面的影响 也会综合在这个计划办公室的规划计划里面 博士 最后来说 铺长 除了这个专业人士在研究这方面 还有政府也下大力要做一些大的措施 我们国人个体来说 可以由哪方面做出贡献 是 是的 首先是要说新加坡政府 已经推出了多项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措施 其中有包括推出这个碳税 在东南亚 我们是首个推出碳税的国家 而且其他的措施也是有包括说 用更多的太阳能 而在这个 为这个工业设备和家用电器呢 就是指定这个基本的这个耗能的标准 而且呢 只靠这个政府的努力来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呢 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与这个社区团体 与企业和国人的合作 群体的 有群体的力量来应对气候变化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了 来应对气候变化 就是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做一些改变 好像选择使用那些能源效率比较高的电器 或者是减少用水 选择乘达公共交通 而这个遵循环保三原则 就是少用再使用和再环保 说到这个少用水少用电 听起来比较容易懂 可是那个环保三原则如何贡献呢 因为环保三原则 如果你可以采取的话 就是说你会减少使用能源 因为制造这些电器用品或者是水 都是需要能源的 而且你减少使用或者再循环 就是可以省能源 也就是说可以减少碳排放量 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能源也是一样的 是的 其实说到这个节能环保 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一代 也是福音子孙的一个大工程 非常谢谢两位来在节目当中 谢谢两位 谢谢 另外本地资深演员黄家强 他参与过不少电视剧和舞台剧的演出 那么最近也积极为学生公众表演相声 他说的一口流利的华语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他是小六毕业后就停学了 我看到一群年轻的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十五六岁的孩子 感觉他们都很幸福 我希望我以后也会过这样的生活 像他们这样的生活 走他们的路 他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坎坷 黄澳过后 黄家强威威道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